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步》 再加上晒冷气 都是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想说一说 级19岁的我导演张婉庭 终于有些人出来力支持他 林作是其中之一 不过先把他撥在一边 反而近这一两天 很多网友都传这一宗新闻给我看 有关于陶杰 他也在他的节目里力支持这位导演 即是觉得今次的事情似乎大家怪责导演的程度好像是over了 在他的节目里也说了很多他自己认为对的观点 他的态度、他的取态、他怎么看这件事 另一方面他的听众、陶杰的支持者 经常吹捧他 又说他说什么逻辑、理性、批判式思考 究竟陶杰的看法又如何呢? 我们可以拖出来一起否释一下 我自己看完听完他这样说 他的观点是这样 我都觉得你挺没有人性和品德的 坏地说一句 真的挺贱格的 为什么呢? 你说我这样说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呢? 不要紧 大家不妨留言一起听一起说 陶杰大意上的意思是 客人绝对不是在张远亭导演身上 也反驳出了万志民的阿玲 说要怪就怪你的父母签同意书 在节目里陶杰的拍档冯志正 读了有关版权的条文出来 他就提到同意书的内容写名 本人明白版权是属于英华女校所有 并同意学校可以按照需要以任何现有 或将来发明的方式在本港或香港以外 其他地区使用在此同意书下 所制成的纪录片和它产生的任何产品 或者任何部分的出版放映公开展示用途 收益是勃捐重建基金的 听到这一句后陶杰马上说 先先不要说收益 他认为条文里面 以一个就算中一生来说的语文程度 绝对是清晰和明白的 也说未成年就是他们父母帮他拿主意 如果学生大了 经过了十年五年 觉得被导演玩的投诉对象应该是他的父母 应该是家长的责任 如果家长觉得在五年里面女儿拍得很辛苦 有情绪病在哭或者什么都好 应该是跟学校说 而不是跟导演说 如果有人认为同意书不是合约 就应该中途退出 如果家长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现在拍成了全港放映 根据同意书是不能投诉的 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当然是不能投诉 听起来就像似层层 因为根据同意书的内容 你说可以放映、出版、公开展示 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们看回 想当年来算 这班女学生或者以校方的取态 去知道 女学生对放映的理解 一直都是校内放映 而且是籌款用途 这一套纪录片 如果纪录片变成电影的话 别人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举个例子 即是校友捐款 就可以得到这一只 《级19岁的我的》DVD 以这班女生的角度来理解 所以说 有些女生都说 原来背后的含义包含这么多东西 还有 浩杰有些位置似乎搞错了 因为在2012年至2022年的时候 事件的主角曾经多次说过 不如不要再拍了 也有女同学 没有出现这套纪录片里 就说她由中一哭到中五 接着就准她退出这个拍摄计划 在早前和张导演的专访里 她也有说过 还说到很厉害 又说拍摄了30万小时 有些女生最初 是称呼她们做张苑亭团队 接着也叫DVD Team 也有叫DVD Project 这个说法 即是证明到女学生对于放映 这件事的理解就是这样 即是仅次于DVD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 这套纪录片变成电影的话 那人家真是打了个突 再者要说回人格上的事情 如果这个纪录片里面 到导演拿去审批 即是最后剪接的版本 是没有给过当时人看 即是涉事的这六个女同学 接着你又说要拿去电影 原来这个纪录片里面 有一些镜头偷拍这些女生 接着就再辑录在这套电影里面 当然了 你本来说是纪录片 当然要变成电影 如果在这套所谓的电影纪录片里面 有一些牵涉到这些女生的私隐 给你们偷拍的片段 而这样将它制作成电影 给大家去看 去到公开放映的话 那我就觉得有点疑那 我们从人性和人格各方面来看 那你觉得这样就很贱格 那如果这一套电影 是有这些条文在里面 假设当时家长都听到你是说 做DVD或者是一个纪录片的形式 即是去帮学校筹款 找同学们去拍这套电影 我想家长出于良好意愿下 可能看到他里面写着放映 公开展示 那你也对 如果你跟我说说公开展示 那在校内播也是一个公开展示 你说放映的 那在校内的放映 甚至乎你买了DVD 那你自己可以放映 其实也可以 也说 把这个纪录片产生任何的产品 因为你一向跟我说是DVD project DVD team 那就是做DVD 如果你这样玩足自失的话 用这个法律条文 去压回学生和家长 转头 把这个问题摘下来 我就觉得太不公平了 就算你想把这一套电影 去这样公开放映的话 我觉得你送检之前 你一定要给当中的女同学 去看原来当时我在你不知情下 就拍了这些你私人的行为 然后我就放了下去 就觉得我在这个所谓30万小时的摄影里 抽取出来 为什么你要抽这一段呢 然后其实有些报导也说了 就说基于已经送去掩定的时候 都不能够再改了 那导演还说 这个又说这个不能够 那个又说这个不能够 这个又说要剪那里 那个又说要剪那里 那还需要做的 就是用一种这样的态度 和人说回头 我觉得就很离谱了 就是你拿我的私人去卖来做电影 然后就筹款 就算你下不了袋也好 什么也好 对我很有影响 我怎么知道原来你拍了我这些东西 基于人性上的东西 这个导演有没有道德 或者他有没有想过 把这些女孩 例如他偷拍其中一个女同学 吃烟那种的样子 放下去的话 对他又造成什么的伤害 这样好像电影的形式 被人一边吃热狗 吃炮谷喝汽水 在耳口嘟鼻 你说那个感觉会怎么样 如果说陶杰 不如这样 你小孩子 如果有些不太好的东西 可能在街上撩鼻 吐口水 这些东西被人偷拍到 然后就放到电影 那你又觉得怎么样 张心比心 一定要倒得翻转才行 即是你不可以 出卖家长对于学校 甚至乎他们的师姐 导演张远亭的信任 而做出这些事 还说要反过来怪学生 因为有时候这样的可能 家长和同学方面 基于对学校的信任 对这些师姐的信任 所以都没有问太多 考虑太多 而签了这些条文 其实都不顶 如果你反过来 执着来 骂人转头 陶杰我觉得你的人格 都很有问题 陶杰跟着再说 有人争拗 就说学校声称 只是在校内放映 但实际上 同义书 就没有提及到 这个局限 还说同义书 如果把这六个女生 红了之后 把她们的样子 做了公仔 纪念品 file 什么东西 都可以 不管是公不公道 开不开心 如果你父母 帮你签了这一张 所谓的埋身契 是怨学校和你父母 他们是你的家户人 而不是怨这个导演 哇 你这样说也行 我刚才也说了 有时候这些情况下 学校和导演 甚至乎家长 大家都是为了出心 帮学校籌款 做一个project 记住 这单纪录片 是由前校长发起的 他可能没有想过 到今时今日 会变得这么大事 如果陶杰 你也将同义书 说到像卖身契 那么大事 老实说 这些事是义务 帮学校的 是不是人人都想借着这套 纪录片 去大红大纸 我看到最近也有一些人说 其中有一个摄氏的女学生 他也想做女明星 你记住 想做女明星 和自己被人拍到自己的私隐片段 而这样 是一个不知情 也不知道你拍到什么 你拍到什么 怎样的角度 去说他自己的成长 私隐东西 这样摆出来 和你想做明星 有一个角色 有对白 有一个表演的发挥机会 演绎是两回事 我们也说明星 他叫做戏子 很多时候他表面是这样 他私底下可能是另一个人 可能梁朝偉 本身看他的电影 他也有很多不同性格 无间道有一个 什么行运超人有一个 和郑秀文的爱情片有另一个 五虎将有另一个 很多不同角色的演绎 这样就为之叫做演员 做演员不代表要把私隐 都要撥上大萤幕 让大家平头品足 小时候也好 如果现在图结 你说家长签了这张 就是埋身契 即是说到 你只是动了别人一招 以导演的角度 如果你每样都要写得这么小 老实说 大家叫做学校 或者是一个慈善的project 为什么要去到这样 我自己也看这些 可能大家有保障 有保险 都要保障同学为主 因为始终他们也是小孩子 当然要家人帮他们签 你说是否叫做给导演玩呢 老实说 如果导演不太霸道 一开始给女同学去看或者去参与 这一套剪接好之后的纪录片的电影版 送审之前 你和他们看过 一起聊一起说的话 就算那些女生有什么不满意的位置 你也可以游说她 说服到她可以 这样的话就不会惹来这次的反弹 其实有得说的 有得碎他们 对吧 然后陶杰相当比喻不伦 就是这一点 他就说 都是同声出身的冯宝宝为例 他说当年冯宝宝也说自己拍戏拍得很辛苦 每晚通宵拍戏 冯宝宝长大后不可以投诉导演为什么这样做 只是能够投诉他老爸冯宝 我们记住一件事 我们看冯宝宝 我忘记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类粤语残片 他拍这些做同声的时候 记住 他那个第一是有人工 当然他这么小的钱就带在冯宝的手袋 还有他这些全部都是演戏 在饰演他电影里面的角色 而并非他的私隐 我也记得冯宝宝也说过 他自己很喜欢读书 但是小时候也要去拍戏 他拍完戏这么辛苦 还要回到家 有时不用拍通宵 要帮他老爸冯峰打骨 他还说一边打骨 隔壁就放着读书 也说自己很睏 为什么说这个陶结比喻不伦呢 你问一下冯宝宝想不想被人看到 看到他帮冯峰好好服侍 什么打骨 什么被他骂 你打大力一点 或者有些对他不好的东西 被人偷偷地拍下 然后就成为一套冯宝宝的纪录片 而接着拿来卖钱 先不要理会那个钱在哪里 用来在哪里 给冯宝宝也好 拿来捐款也好 给冯宝宝自己本身 我想他也未必滑 将自己不想被人看到的一面 拿出来做成一个纪录片再变钱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也不会滑 这个是否比喻不伦 你有没有见过冯宝宝拿出来卖钱 没有 这些是不想被人看到的东西 就算冯宝宝是贵为天王巨星 一个这么知名的童星 都不会拿去这些给大家看 何况这六个女孩也并非什么的艺人 陶杰还说 某程度上 学校第一次处理这么有创意的计划 而教育工作者一生的职业 就是在课室和家 他们不知道拍电影牵涉到演员的心理和导演的要求 应该是学校家长和小朋友三方面坐下谈 整件事就不关导演和副导演或者制片的事 因为这件事是香港开埠以来第一次这样的形式去尝试 要导演背了整个锅干什么 学校害怕 压力就去导演 就在视频上 沟通还沟通 你背后 沟到够 电影就照上 因为他没有犯法 哇 你这样说也行 你现在 张远亭导演 你将一些女同学未成年的女孩的私隐 或者一些她自己都不知道被你拍下的片段 那你觉得如果这部电影里面是牵涉到一些私隐的话 他也没有同意你这样公开的话 那他有权告你 你拍纪录片还纪录片 但如果你拍了一些关于别人的私隐的东西 那就不行了 那即是如果有个人来拍纪录片的时候 他拍到你的身份证 也将你那张身份证的内容 就辑录成为你的纪录片的电影里面的话 那他就会侵犯到私隐的 你记住 有没有犯法 不是你陶结 这样在说 就叫做有逻辑 有智慧 不知所谓 没有犯法 你百分百肯定 是不是 还有这个 是不是这么有创意的计划 老实说 电影怎么剪出来 剪什么内容 你觉得导演没有在商业元素里考虑过吗 偷拍到女同学吃烟 还要是女校一些名校 这些电影这些位置很汁 即使如果你当初同义书涂结 说成为卖身契 即使是你的家人和学校 老师和校长 就拿你们出去卖 要怪就要怪他们 就不是怪导演 那好了 导演是施者 施者 拿份卖身契 接着就叫做同义书 给他的师妹签 有没有人性 陶杰 所以他怎么说都说不通 比喻不伦 逻辑也不通 还看到有些人大赞 就说 连陶杰都说 这次事件 不能怪导演 肯定有鬼 大哥 记住 陶杰 不是性分 对 究竟有没有问题 陶杰这样说对不对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 我说的听的分析到这个位置 好 多谢大家 拜拜